您知道早餐店裡吃的鹹菜 在家怎樣做才最好吃嗎 今天我就把最好吃的方法分享給大家 將香菜洗乾淨切成段 尖椒切成絲 鹹菜割打從中間切開 用刀片成薄片 切成均勻的細絲 鹹菜切好以後加入涼水淘洗幾遍 把水分擠乾放入盆中 加入蒜末 乾辣椒段 用熱油炸香 接著加入生抽 香醋香油 雞精一小勺 白糖二小勺 加入香菜段和尖椒絲 戴上手套像我這樣輕輕翻拌均勻 裝盤極好 這就是我給大家分享的半鹹菜絲 簡單真實一做真的很好吃 你也趕緊在家吃做一下吧 我把這道菜的細節和要點 都毫無保留的分享給大家了 希望大家能給我一個免費的雙雞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 明點個關注我來教會您 關注我每天教您做好吃的 一定要記得雙雞收藏哦